确实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 就是能感染到的一个歌 它确实不是一首适合比赛的歌 也不是一首会大家第一次听 会愿意 觉得 它就像你们刚刚所说的 它是一首 大家如果愿意进入到 听慢歌的氛围 才会愿意听的歌 你什么想法 但是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 不是说一定要唱一首 大家都熟知的歌曲 才有可能打动到观众 可以 那就是你的词要写 怎么打人 无一一杯子也最后一杯子也死了 听不出来 有一次机会可能可以唱原创 所以我们当时觉得就是说 那要抓住这个机会 但是其实当你发现 这次这个赛制是一个联盟赛之后 那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有特别多东西要去考虑 你会发现这始终它是一场竞技 肯定就会去考虑 你的这个歌是不是具有足够的竞技性 是不是有可能为你这个联盟 争得更多的分数 因为尤且仅有一个原创位的情况下 我们后来也经过了一些讨论 然后等等 然后一番纠结的时候 决定把这个位置让给普宇了 就这一轮的话它会更加回事 然后后来其实我们有遇到了 另外一首翻唱歌曲《乐园》 再练练 对 这边很明显的瞬间 就比刚刚那边要好很多 非常明显 再来吧 快点 快点 好 很好 非常好 再来 我不确定我现场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会不会忘词 所以说再来 再来两小时 再来吧 越来越有状态了 特别好 明天乍翻 我跟你说 他们真的有在认真的做音乐 乐园里当时就有融入一点 他们自己原创的那首歌 飘的一些音乐园的东西 是有想法 专心 那这种东西很难在舞台上 被大家直观地看到 但是它会在以后的岁月当中 被大家发现 你现在身上没有心 我哑了 可能 是唱太多了吗 好了 你现在是痒痒了 我哑了 我哑了 明天是三宫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今天就是做了一个超负荷的练习 然后累得一个半死 然后最近睡得也很少 明天就是主打一个近人是今天命 嗓子都已经哑了 就还蛮极限的吧 最近就确实 你说我有没有尽力 所以就是我扪心自问的话 这已经是我这几年以来 最尽力的一段时间了 挑战者冷水乐园舞台开启 我就知道 我哑了 累得更加多了 练习 练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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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